一个人心灵的高度决定了人生的高度 心灵的高度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不入流 层次越低的人越容易刚愎自勇傲慢自负 这个层次的人大都看不到机会 也不懂得感恩 生命中充斥着抱怨和苦闷 第二层只对好事表示欢喜和感谢 处于这个层次的人对坏事的接受能力较低 情绪容易极端化 人生也会出现较大的波动 第三层对任何事情都感到高兴和感恩 处于这个层次的人内在的通道已经打开了 懂得了生命的本质和真相 开始勇敢追求